现在评论项目里面的评论作者还有评论的时间会在两行显示 这里我们可以再做一下调整 把tax组件还有它包装的这些东西显示在一行 同样我们再调整一下下面这个评论的时间 也让它们在一行显示 保存一下实图文件 这样评论的作者还有评论的时间就会在一行显示了 下面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这个列表的样式 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先添加一个comments 用fontfamily设置一下字体 fontsize设置成13像素 上面具可以是24个像素 再添加一个上边的边框 颜色可以是1D1D1D 下面再添加一个comments 先把它的display设置成flags 让它变成一个flagbox 然后设置一下评论里面的内容的包装 上面有一个comments 下回线下回线content这个类 去把它的宽度设置成100% 再添加一个下边的边框 颜色是1D1D1D margin bottom设置成16个像素 再把它的航高land height设置成1 然后是comment content author 评论的作者 我们可以先让文字加粗显示 再添加一个八个像素的右边的外边句 评论的时间是comment 下回线下回线content 下回线date 字号我们可以让它小一点 设置成12个像素 文字的颜色设置成999 评论作者的头像的包装上面 有一个comment 下回线下回线avatar 添加一个八个像素的右边的外边句 让头像和评论内容之间留一点空间 评论